歡迎廣播 支持明镜 shutdowndown 嗨 我今天要教大家來寄螢幕 我這個是道具 我不知道我點 然後這一個覺得是我在辦Party的道具 買的 這個就是 為了教大家怎麼寄螢幕 我是用先用這個 菲瑞克芭達來示範 然後 這些東西呢我現在分享這些東西我都會照在我的文章裡面 然後還有這個是我之前就是在沒有進入的時候 平常因為都會就是母乳會溢出來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接 那這個它裝好之後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會直接放在乳頭上面 它其實是可以掛著的 然後你再穿那個就是孕婦或是運動內衣這樣子罩著 那它可以接其實我覺得也不少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比較不會浪費掉 因為擠摩如畢竟其實還蠻辛苦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是按摩棒 那這個我也會寫在我的文章裡面 這是那個Oyson的 然後你買的時候它其實會附這樣子 附好幾個筒 這兩個基本上我覺得完全沒有用 我覺得沒有什麼幫助 它只有這個 這個 平滑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買那種圓的很漂亮的按摩棒 因為有好幾家嘛 太圓的那種其實我覺得沒有很好擠 就是要有一點角度的 那就先來分享 那因為我有各種原因 所以我其實也不希望我小孩24小時都一直黏著我 那其實你讓你輕微的話 你自己的確是比較輕鬆嘛 那可是因為我其實真的比較希望我小孩可以獨立一點 然後也不要就是 其實我也比較喜歡就是有自己自由的時間 所以就是我是用擠出來 那擠出來其實真的需要 需要耐心 然後真的非常的辛苦 然後你也會很痛 也有可能會有發炎 那所以你這個要先想清楚 不過這樣子你也可以 你比較可以去工作 然後可以自己出去 然後請家人幫你看小孩 那因為我知道擠的方法 那我也就是還蠻有難心去擠 所以我基本上 你們在自己擠的過程當中 我是沒有發生過乳腺炎的狀況 好那我就來分享這個東西 像我是兩邊一起擠 因為常常很累會擠到睡著 所以我是這樣放著 那也有拖住 也有拖住這樣子擠乳器的內衣 那這個在那個奶娃店都買得到 在開始之後 一般來講他會這樣吸 那你剛生完小孩的時候 其實你這樣吸真的吸不太出來 你必須要用按摩的方法才吸得出來 而我是到第三第四天才開始慢慢 才慢慢比較多母乳的 我先來教用手的方法好了 手的時候 我其實會從這邊開始按摩 從這邊開始按摩 這樣按 因為乳腺其實非常的多 就是從各個地方分出來 然後開始從這邊按 按 就是一定要從外圍按到中間 然後就開始上下一定都要按 如果你按你自己可以摩 如果說他有硬塊的話 表示那個地方是在阻塞的狀況 所以你一定要去這樣子按它 這樣去按它 就是 就是你必須真的 必須要用很用力去這樣子按 然後或者是這樣子推 往中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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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中間推的方式 然後你從外圍推 推到中間 中間這個地方有可能會堵塞 那你就這樣子拿著這個 接奶 接奶的這個氣 接膜爐的氣 然後 從 然後從這邊這樣子按 這樣去按它 這樣子去按它 它 它那個 所有的東西才不會堵塞 好 那當你在手非常非常累的時候 你平常這樣按摩按到非常快 因為 因為像這樣子 其實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一面沖熱水 然後一面去按 這樣它 可是當然洗澡的話 當然你不可能就 就不能用這個東西接 你就必須要用手這樣去按它 按它 讓你的乳腺變通 那你平常在擠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按摩棒 按摩棒怎麼用呢 好 這樣子接嘛 那一樣 按摩棒它其實 因為開動的速度 它震動 你看 我那個 皮膚的部分 它震動的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你不用這麼費力 你就可以 可以讓那個 螺線比較長痛 那 一樣 這個東西從這邊開始 開始這樣按 這樣子按 我當時是就是這樣按 這樣按 按下來 然後這邊是這樣子 壓著按 或者是你可以這樣子去按 因為比如說這個地方有硬塊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這樣子去按它 或是這樣按壓 按壓 按壓的方式 就是你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這整個全部全部 一定要去按到 它才不會某個地方堵塞 那按完之後其實 就會跑到中間來 就像我剛剛說的 跑到中間來的時候 這邊堵塞怎麼辦 在按的時候可以這樣子接 然後這樣去按 然後這樣去按 去按 去按 那當然 當然 擠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必須一定還是要用手 因為這個 這個還是太大了 因為我也找不到那種 可以有角度很 很細的按摩 按摩棒 我還真希望有人能出 然後就是這樣子 這樣 就是這樣子 這樣去擠 這樣去擠 當然我要提醒大家說 這樣子擠母乳的過程 你也要去 去自己去練習那個力道 如果說你沒有練習 沒有沒有那麼好 太過用力的硬去按 那按摩棒就是你可能不會 這麼誇張用手 就是用力按到去 那一開始我在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自己會按 或是 某如我前幾天 還沒有很多的時候 我就是 我就是 沒有力 也沒有力氣按 因為我伯父根本沒有力氣 所以 是那個我老公幫我按的 然後他就擠到我胸部 整個OK 然後真的我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所以 就是到後來就是 我到月子中心 家教我用這個東西按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就是 輕鬆很多 好 然後 那還 除了擠 母乳 你擠 就是 你必須可能 需要 花一番功夫之外 這個 會發炎之後 還有一個當然就是 你周圍的東西 一定要清潔 像 你用這樣子的東西 你比如說 沒有用酒精去擦 其實就是那種 我會再寫在文章裡面 就是 媽媽專用的清潔 清潔用品 然後還有 像這個東西 每次用完我一定會洗 這個一定一定要洗 就是 他所有的 像這個東西 我都一定會拆開 然後 這裡下面這一個 除了瓶子之外 下面的那個 容器之外 這個東西 一定要拆下來洗 然後 還有 這一個東西 這一個 這片東西 我也會去洗到他 他是可以拆下來的 然後他 裝上去也很容易 然後就是從裡面 沖到外面 我一定會清潔很仔細 然後像從裡面這樣 沖到外面 然後從這邊沖 我每個細節都會沖得很好 這樣才不會容易引起發炎 或者是細菌感染 好 那剩下 我會寫在我的文章當中 那先辛苦各位 呃 在寄母路的媽媽們 那你們再仔細慢慢看囉 喜歡這個 或是 在寄母路上 就 對 在寄母路上